1964年 瑞奇尔维尺买了一辆崭新的宝石捷水星卡林特 从那时起他一直开到现在 他决心好好保养爱车 大多数车能开上15万英里就不错了 可瑞奇尔已经开了近54万 还是原装的发动机 别以为他开车的发动机 像老黄牛 他亲口承认有时会开120万 为什么他的车能开这么久 每次定期维护他都会观察每个细节 保养得非常认真 每次买零件他都会选择终身保修 因此虽然已用了七个迈达斯的消音器 三套希尔斯的减震器和14个彭尼的电池 却分别只花了一个的价钱 只要好好保养 车的寿命会很惊人 那么想想如果好好保养 人的寿命又会怎样 这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 MIQ 欢迎你 朋友们 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吗 我是从类人园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 圣经可以信赖吗 我应该怎样去生活 名校 豪车 工作 我能成为完人吗 我能对社会有益吗 圣经可以信赖吗 我怎么知道上帝的信赖吗 我能成为完人吗 我怎么知道上帝的信赖吗 我怎么办 MIQ 你的问题 上帝的答案 我每天穿什么 和谁约会 吃什么 这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 欢迎加入MIQ 嗨 大家好 这里是MIQ 奇妙真相青年版 欢迎密歇根雪松湖的现场观众 和正通过各种频道或网络 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再次加入 请大家踊跃提问 如果您有任何圣经问题 可以登陆奇妙真相网站 奇妙真相.com 进行在线留言 也可以把提问的短信发给我们 号码是760-523-2287 在网站学习MIQ时 请务必浏览一下其他各种资料 要是错过了之前的某一课 可以查找资料档案 点击档案的链接就行了 我们有一首主题曲 每课开头都会演唱 现在有请各位领唱上台 主题歌后 乔丹会为我们做开场带导 请起立一起唱 耶稣就是答案 当我看见到几个月的标签 satisfied remembering your loving grace and care whatever questions I may have whether great or small I know Jesus died to save me and that he forgave me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I have so many questions I wonder in my heart how some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when did forever start why can't I see your glory where is the promised land I'll trust that you will lead me there if I can take your hand whatever questions I may have whether great or small I know Jesus died to save me and that he forgave me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 为更加了解您而相聚在MIQ 请与道格牧师同在 赐给他话语 也愿您的圣灵 教官今晚每个听到这信息的人 帮他们得祝福 感谢奇妙可畏的上帝 奉耶稣的名阿们 Amen 非常感谢凯利 领唱团为大家带导的乔丹 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 非常高兴您来到这里 参加最重要的问题系列讲座 对了 刚才还和同事讨论 我们想把这首歌的词谱和吉他和弦传到网上 有人想跟学和伴奏 咱们的观众当中也许有人 这么多年轻人哪位非常精通计算机 能用某种音乐软件编辑出电子版曲谱 要是愿意帮我们做非常感谢 那就可以把谱字吉他和弦和歌词都放到网上 这也是与时俱进的想法 是 我们开始吧 好的 刀子牧师可以答疑了 咱们开始吧 我在心底 我的问题是化妆的底线是什么 什么程度算是过费 你是觉得我的妆太重吗 通常这个问题只针对女生 但愿是吧 不过我上镜头时 头上有一大块必须 必须补点粉 否则会反光 化妆的底线是什么 还有装饰打扮 首先基督徒看起来要健康 要尽量保持自然 不过如果有一些正式的场合 你想表现出最佳状态 简单的修饰一下 凸显自然健康之美应该不算是罪 可要弄得满脸金光闪闪 涂满红红绿绿 那就太不自然了 这是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但有节经文经上说 也许别往脸上擦了粉 然后被扔到窗外 大家自己体会吧 不是吗 在猎王记下 查一下 就在猎王记下 好的 看看今天的下一个问题 这是来自佛罗里达的麦阿密的问题 我们应不应该害怕世界末日 很显然 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基督 得到了永生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保罗也谈过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耶稣反复说过 不要惧怕 不要害怕 因此真信徒 无需害怕 无需恐惧 但若你没有把主接近你的生命 撒旦和他的爪牙会令你痛苦不堪 也就难免会对末日临近感到坠坠不安了 其实如果行在毁灭之路 我宁可你感到不安 我会恳劝你到基督这里来找到平安 恐惧与否取决于你与上帝的关系 是啊 这会决定你对末日的看法 看看下一个问题 我的丹尼尔 我想问 如果有人试图自杀 但他并不知这是罪 会不会使他们失去永生 哇 这个问题很严肃 我想在座所有人恐怕都听说过 甚至有时是自己家人犯过这个可怕的错误 嗯 上帝见察人心 首先我得正中声明 上帝看的是人心 所以我们不能从表象判断 但是通常自杀行为反映的是人毫无信仰 完全绝望的状态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当然会有特殊情况 比如有可能是遭遇车祸 或者经历剧烈的痛处 也许是某些药物原因或体内化学元素失衡 这些情况要格外小心 倘若你企图以自杀来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正中了撒旦的诡计 因为人只要活着 经上说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一旦自杀 你的麻烦就成了不可更改的定局 倘若自杀成功 首先你生命的最后一个行为是杀死自己 那就是将你的永生置于危险之中 杀人不是罪吗 当然 也包括自杀 要是以为自杀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下一个意识可能就是恶者复活之时 你的麻烦也就被永远的定格了 千万别种撒旦的诡计 以为自杀会使情况好转 恰恰相反 如果我们认识的某个人已经自杀了 你尽管完全交托上帝 静候复活的日子 自杀与甘愿牺牲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有人说耶稣自己放弃生命不是自杀吗 不 他甘愿牺牲被别人所杀 神孙伸出双臂推倒房子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他是为了救上帝的百姓脱离敌手 是奉献和牺牲 这个挺难解释 希望有一点帮助 谢谢刀哥牧师看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来自新泽西的弗里赫德士 圣经中有没有记载不应该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理由 你可能在想有圣经根据吗 其实我们家习惯上不会去剧院或影院 并不是说那里从来没有优秀的DVD电影作品 我们也正在拍福音视频 有多少人喜欢橙汁 谁喜欢橙汁 我应该这么问 好吧 你去酒吧买橙汁吗 酒吧里能不能买到橙汁 相信我当然可以 我曾是常客 有福特加橙汁鸡尾酒 但我不会再去那里买 我是基督徒 东西也太贵 价格超贵 而且氛围也不好 现在影院里放的电影通常不是至极 不适合家庭观看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流行电影 按照咱们讲过的原则 清洁的可敬的真实 昨晚谈过没几部合格的 所以花了很多钱 却不是好见证 恐怕环境也不怎么样 这是一些原因 我认为如果有好片子 难得的好作品 就等出了光盘以后 花一美元全家都可以看 好的 刀格牧师 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如果总是犯一样的罪 再悔改 上帝还会原谅吗 这点很重要 不让大家举手了 但我敢说 每个人都碰到过这问题 你犯了错 非常难过 求告上帝 请求他的赦免 他赦免了 你心情好了 却又犯同样的错 于是 你又去敲天国的门 主啊 你不希望我在这 但我又犯了 比如传播留言的问题 传留言后会不安 主啊 很抱歉 救我 原谅我 然后一转身 没过两小时 你又去飞短流长 哦 主啊 我错了 请帮助我 却又救太赋盟 主啊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再麻烦你 你也烦我了吧 我是一错再错 为同样的错求饶恕 错 上帝不会因厌烦而不愿饶恕 只要你真诚地认罪悔改 但往往我们明白上帝会饶恕 便心安理得地接受 甚至到最后 连自己为罪痛悔的感觉都没有了 上帝绝不会因看见你到他面前真诚地悔改而厌烦 我们可以常常跪在耶稣脚前说主啊 我又犯了同样的罪 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从他身上赶走七个鬼 说明他七次来到主面前 每次救喜难改 再度沉沦 上帝非常非常有耐心 他爱我们 父母会原谅儿女几回 看看父母的耐心 上帝的爱胜过一切世上的父母 若总是在犯同样的错 就当不断地求 我真正戒烟前一共戒了多少次 是谁说过 马克图文说戒烟很容易 我已经戒了一百回 关键是保持 我最终真的戒了 所以很感恩 我没放弃上帝 他也没放弃我 不要对自己灰心 阿门 好 谢谢刀格牧师 抱歉 解释太长了 没关系 如果你有圣经问题 可以去奇妙真相网站 请把问题贴到网上 或发送短信 所有收看节目的观众 注意 号码是 760-523-2287 刀格牧师 时间归你了 非常感谢罗斯牧师 知道吗 他的臂球打得很棒 今天打球 他特别用力把球打碎了 我们没带着足够的球 开始吧 看看今晚这一刻 你知道吗 人是以身体来体验生活的 如果能好好地保养身体 就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昨晚我们谈到了思想 大脑里内在的心灵的纯洁 今天借上帝帮助 我们的设计面会非常的广泛 圣经如何教导人当怎样保养好身体 以享受更丰盛的生命 请为我祷告 因为要讲的内容很多 我会开诚布公和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历 我学到一些痛苦的教训 关于身体健康 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吧 饮食 每个人都肯定要吃饭 我猜大家都吃 对吗 但是 吃也需要某种自我节制 关于吃什么 如何吃 圣经上有些原则 吃是为了增强体力和健康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来看一看 吃什么真的很重要吗 上帝真的在乎吗 当然了 哥林多前书说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还有一节 《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 谈到了一些具体内容 上帝说 看哪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书 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人类其初的食谱 其实是我们今天称为素食的菜单 有水果 葡萄干 坚果 豆类都是纯素食 后来犯罪之后 上帝又加了蔬菜 接下来要讲的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的身体就是试验瓶甲 吓到你们了吧 可我真是吃着错误食品长大的 我吃过所有可以爬上餐桌的东西 事实上有钱人 我父亲是百万富翁 带我们去那些大饭店 我吃过蜗牛 吃过青蛙 吃过乌龟肉 吃过链鱼 我们在后院钓链鱼 我吃过响尾蛇 虽然不是自己抓的 还有松鼠 还可以继续列举 蚂蚁 什么都吃 我小时候偶尔吃那些 但不是每天吃 我的成长早餐 真是很惭愧 很长时间我的早餐都是夹心蛋糕和茶 我曾想为什么读过十四所学校 成绩却上不去 刚上课我精力过剩 根本静不下来 然后很快就蔫了 因为咖啡因和糖的刺激消失了 然后就提不起精神 听不进去 最后十几岁时 我自己搬到了山里住 因为没有冰箱 也没什么钱 我开始吃些简单的素食 渐渐有了重生的感觉 头脑清醒了 思路清晰了 不再有周期性情绪 起伏和抑郁 感觉好了很多 耐力增强了 充足的新鲜的空气 阳光运动锻炼 感觉棒极了 后来我搬回市区 相信吗 这个故事很长 我找了份卖肉的生意 卖牛排 我开始一日三餐吃牛排 因为最好的那份总要留给自己 早餐是纽约市牛排 午餐是钉子牛排 晚上吃嫩牛肉片 还要加不夸张的说 将近两升的冰淇淋 人的胃口真是很神奇 十几岁人的胃得有这么大 我感觉糟透了 我开始琢磨原因 便又恢复了住在山里时的饮食习惯 从那以后再也没变过 我的身体好了很多 现在有六个孙子本人仍很健康 所以我从中明白了 上帝预备的最初食谱 真的会异寿延年 素食者的寿命更长 这已是被验证了的事实 就这么简单 世界上最棒的运动员中 我知道几个例子 David Scott 他是全世界赢得铁人三项次数最多的人 谁知道铁人三项有什么 第一是长跑 还有2.4英里游泳 长距离游泳 112英里自行车 最后是26英里的马拉松长跑 这个人 这个素食者 六四铁人冠军 他四十多岁时还赛过一次 得了第二名 想想都觉得了不起 谁知道卡尔刘伊斯 获得奥运冠军几次 七次 不 他一共得过十枚奥运奖牌 其中九枚是金牌 成绩最好的那年 他说不仅不吃肉 连蛋和奶都不吃 那是按照圣经的模式 当然圣经没有说吃了肉或奶制品是犯罪 我相信素食最好是因为个人经历 也有很多研究数据 如果一定要吃肉 圣经也列举了哪些动物肉可以吃 比如说 读一下创世纪七章二节 在挪亚的时代 他们进入方舟 经上说凡洁净的处类 每种带七只 不洁净的处类 你要带两只 一公一母 洁净的动物每样带七只 不洁净的动物每样两只 因为挪亚是犹太人 不能吃违背犹太戒律的食物 所以多带了洁净的动物 挪亚是犹太人吗 这里都谁和挪亚有血缘关系 确认一下 知道吗 咱们可都是亲戚 挪亚的后代 事实上挪亚很长寿 我是说他活了九百多岁 人类最初的食谱不仅是不吃肉 上帝说你们只能吃 非要吃肉 只能是洁净的肉 上帝列出一些条件 经上有概括 手册里也有 哪些是洁净和不洁净的处类 有人会想 道格牧师 圣经不是说只要祷告 上帝就会使你吃的食物成为圣物 我有几个好朋友对此深信不疑 真是那样吗 我问他们 你是说吃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能吃的 不管含多少糖 多少胆固醇 天天吃也没关系 只要祷告 瞬间就都变成好食物了 是啊 上帝的话可以使他们圣洁 要是你的孩子在上学之前 成了满满一碗甜甜的巧克力麦片 又在上面撒一堆白糖 再继续涂些巧克力糖浆 你会喊等等别太过分了 孩子说我吃之前会为他祷告 没有父母会允许吧 很显然这有害健康 吃点甜点没有错 要少吃 圣经上说要吃蜜 但别吃太多 否则会吐的 所以这些事情得按照常识 适可而止 另外 人吃东西是为了定时补充体力 如果一天到晚吃个不停 肠胃就无法休息 我发现现在身体好多了 要是我年轻时就知道这些该多好 那我的寿命还会再多几年 我现在每天两顿正餐 上课前我刚吃了几颗葡萄和一个燕麦棒 我的生物中还是加州世界 我感觉很好 当然还要锻炼身体 要掌握一种平衡 做一些有益的有氧运动 我今天谈到这些是因为 猜猜北美的第一杀手是什么 不是饥饿 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 不是缺少食物 而是食物过剩 咱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代 首要死因居然是食物过剩 太多的东西可以吃 太多精加工的食物 食用太多的糖分 甚至儿童肥胖症都成了流行病 继而导致心脏病癌症 糖尿病压力过大 所有能列出来的疾病 都可以追溯到 吃了过多的错误的食品 和缺乏足够的运动 做着的社会 往往我们唯一的锻炼 就是拿着遥控器和鼠标 是吗 既然要吃 就要学会 有规律的吃 吃正确的食物 苏打水相当于液体糖果块 大家都清楚 那是罪大的隐患之一 我没说那是罪明白吗 但要知道再往身体里放什么 那可是上帝的圣殿 你会感觉更好 这样吧 让我 我要简单的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需要健康 七个理由 一定要保持健康 要注意每天吃什么 每天喝什么 要锻炼身体 第一点 为更有效率的为主做工 是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你爱主 愿意侍奉他 第二点 可以更好地为周围的人服务 第三点 自身感觉更健康 第四点 气色会更好 没错 年龄越大 就越要对自己的外表负责 第五点 会更有钱 为什么 省了很多钱 不用买垃圾食品看医生 买零食 第六点 你会更长寿 第七点 你会更有智慧 有没有读过但一里书 第一章 但一里和他的朋友们决定不吃巴比伦式的食物 而坚持只吃一些简单的素食 试验期后 他们比所有其他哲士都聪明十倍 当时巴比伦可有很多哲士智者 所以按圣经的原则 这的确重要 你吃什么喝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 为要补利 经上说不畏酒醉 你会精神好 气色好 还会更长寿 会有更丰盛的生命 我只提几条基本原则 圣经里有些大原则 关于如何保持身心健康 问题二 圣经如何谈论酒和毒品 有人很可能马上想到 基督不是不是把水变成酒了吗 那就是没问题 一起读一下真言第二十三章三十一节 经上说 经上说酒发红 在杯中闪烁 你不可观看 虽然下咽舒畅 终究是咬你如蛇 刺你如毒蛇 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 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 还可以读真言二十章一节 酒能使人泄满 浓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错误的 酒无智慧 很抱歉 我还是要重申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小时候父亲的家里有个酒吧台 我的母亲第一次 我第一次接触毒品是我母亲提供的 下一讲我会讲到更多细节 那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我开始喝酒 记不清是从几岁开始的了 从我记事起 父母就让我喝酒 我曾经在父亲喝醉睡着以后 给他洗马丁尼酒杯 酒精比任何其他毒品害死的年轻人都多 各种毒品总和 不是说吸毒是对的 可我担心的是 常常有年轻的基督徒说 嗨 喝点酒没什么不对的 耶稣还变水成酒的 并没有证据说那里面含酒精 耶稣把最好的留在最后 但最后并不意味着发酵度越高 耶稣预备的是新酒 在一个很特殊的时刻 在最后的晚餐当中 没经过发酵的饼 没经过发酵的葡萄汁 耶稣说 马太福音是二十六章吗 我不再喝着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新酒 在圣经中指未发酵的 耶稣绝不会为一场聚会造酒精四百多斤 绝对不会 其实可以回忆一下 想知道耶稣对酒精的态度 就看看悬在十字架上 系着我们整个星球之救赎的耶稣 魔鬼竭力企图引诱耶稣犯罪 他的最后一招就是用 沾满含酒精液体的海绒 放到尾子上给他喝 也许他喝醉后 会诅咒上帝或有其他泄满的言行 耶稣拒绝了 当他 很多人会想 天呐 要是有人需要用酒精麻醉解脱痛苦 那最是时候了 但耶稣不会麻醉自己的意识 而使人类的救赎受到一丝丝威胁 他拒绝了减轻自己疼痛的机会 上帝希望我们有清醒的头脑 想听听我的毒品史吗 我抽过很多大麻 以前还种过 我喝过很多酒 还自己酿过啤酒 我在寄宿学校时学会酿啤酒 不过不会告诉你秘方 迷幻剂 可卡因 我倒没用过海洛因 因为见过纽约的朋友 下场非常悲惨 但我用过几乎所有毒品 你能想象吗 我所有吸毒的朋友 他们要么死了或进监狱 或者一蹶不振 除非他们戒了毒品 我想在座各位都很清楚 要想保持身体健康 就一定得远离毒品 又有一个短信问题进来了 来看看大屏幕 又有人想到了什么 问题 喝高能饮料是醉吗 那太好喝了 商家要想在市场立足 必须先开发市场需求 要是很难喝 怎么卖得出去呢 所以当然好喝了 人们经研究发现 许多年轻人热衷于高能饮料 我读了些值得重视的资料 有人甚至出了交通事故 因为刚喝完特别兴奋 但最后一安静下来 却眼前一黑晕了 还有人变得非常暴躁 竟在客堂拔刀相向 他们发现自己沉醉于高能饮料 像兴奋剂一样 然后等咖啡因的影响一消失 通常会导致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用负账 所以喝了某种饮料或其他东西 摄取了高能量 也一定会有随之而来的大低谷 高潮总要过去 要是兴奋的高峰期多延长了一点 你觉得太好了 我活力四射 低谷期也会相应延长 人永不可能因为喝了饮料 就真正的领先 要想有活力 最好的办法是锻炼身体 优化饮食 让体内的化学元素平衡 你会发现醒着的时候 头脑清楚 充满了活力思路也清晰 任何使人沉迷上瘾的东西 都对人无意 谁听说过有人对香蕉上瘾 你和朋友聊天 他突然开始急躁 在教室里发抖 你怎么了 给我个香蕉 快点 我得马上吃 有多少钱我都给你 会有这种事 会吗 从没有人 你怎么了 羊白菜 给我个羊白菜 快 人只会对 有害的食物上瘾难道不是吗 所以对任何酒精或毒品都要立刻警醒 它会使你上瘾 好 第三个问题 我该怎样做才能促进我的身心健康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圣经对这点有审慎的建议 要谨守 就是清醒 要警醒 每次在圣经里看见要这个字 一定要记住 上帝创造世界 借着他的话 要有光 那里要有海 地 他命力就力 说有就有 他说要就发生 有个人来找耶稣 我有大麻风 但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说 要洁净 他就洁净了 当上帝在经上说 要 谨守 如果你在某种不良引号中挣扎 心下没指望了 若上帝说要 就会有 这是事实 朋友们 物要谨守 要警醒 就意味着时刻警惕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魔鬼正在吞噬这一代的年轻人 通过酒精和毒品 所以上帝说 要清醒 要保持头脑清醒 等一下 讲完这一点之前 后面我还要谈到性和恋爱的话题 为什么 男孩常常邀请女孩喝酒 出去约会的时候 为让他坚定保守真操的决心吗 还是男孩很清楚酒精会削弱 道德自制力 魔鬼也深安此道 我们抵挡试探的道德感 自控力和理智都会被酒或毒品削弱 其实即使仅是适当的饮食 都可以增加抵挡试探的能力 要照顾好身体 撒旦什么时候试探了耶稣 他禁食四十天之后 在旷野中 鸡肠碌碌 低血糖 疲倦不堪 于是魔鬼趁机接近 所以魔鬼总是在人软弱疲倦时 或当人受毒品影响或控制时 趁虚而入 务必要清醒 好 第四个问题 是不是只要掌握好适度和平衡 就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很多次 当你刚一想 照圣经的标准去生活 就有人说 你要掌握好平衡 他们指的平衡 就是说 你要保持一半是酒精和毒品 一半是谨守和清醒 你要保持一半是性开放性自由 一半是忠贞的美德 你要保持他们的平衡观就是犯罪与顺服的生活等量 这绝不是圣经上讲的平衡 人生的确要平衡 但平衡是指你不能整天都在念书 学习是好的 你需要平衡学习和锻炼的关系 你不能整天陪朋友聊天 什么工作都不做 交友是好的 人需要交友 但你需要平衡交友和勤勉工作之间的关系 是的 基督徒应当平衡 节制 但别把平衡这个词当成犯罪的通行证 否则绝非敬钱 那不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应该平衡和谐的生活 要借着基督寻找平衡 好 第五个问题 上帝真会在意我穿什么吗 每次一谈这个话题 我总是小心翼翼 圣经上怎么说 彼得前书 我们在谈身体 也包括身上的穿戴 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又是这个字 要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上帝呼召我们要圣洁 经文清楚吗 他说要圣洁其实是我会给你力量 上帝从来没有 也永远不会要你去做某件事 却不给你做这件事的力量 那不太残酷了吗 父亲对孩子说 快点跑过去把灯打开 可灯比孩子的头还高 那孩子 孩子蹦了几下说我够不着 父亲走过来把孩子打倒在地 我让你把灯打开 不残忍吗 上帝会因为人没有做到没能力做的事 而惩罚他吗 他每次都会鼓励 他每一条命令都令人快乐 因为他让你做你就能做到 借基督能做多少事 凡事都能 现在我们要谈一点关于衣着 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衣着很重要吗 人为什么穿衣服 我曾经 我得告诉大家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保证你们当中没人敢整整一年不穿衣服 我敢 我曾住在山里 常常穿着出生时的盛装到处乱跑 刚开始这样 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毕竟穿惯了衣服 但我当时正崇尚嬉皮式运动 我要通过自然寻找神 觉得这才自然 于是我把衣服都脱了 然后 我可不是唯一在山里裸奔的嬉皮士 时不时会遇到有人和我一样没穿衣服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 和这样的人说话 很难装出你没注意到他没穿衣服 我走在山间小路上 随身只是总穿着靴子 穿靴子是因为山上有仙人掌 我背着个小背包在群山中徒步 裸着身子 有时也会遇上别人 通常也是嬉皮士 他们会尽量 嘿你好怎么样 然后假装啥也没看见 知道吗 我现在只想告诉大家 那样不对 根本就是不正常 动物都有与生俱来的衣服 或从身体里面长出衣服 人类是唯一特别的被造 从外面穿衣服 起初始祖犯罪之前 人刚被造的时候 我们披着荣光 亚当夏娃穿着荣耀的光明之袍 但犯罪后荣光退去 就看见彼此赤身露体 他们想 这样很难堪 即使已经结婚了 还是想不能这样 找来无花果叶 上帝说不行 无花果叶不管用 你们还不知道树叶会枯萎 那时还没有死亡 上帝不得不牺牲羔羊的生命 为他们遮羞 对了亚当和夏娃 他们用无花果叶做围裙 就像做饭时穿的小围裙 上帝说不 这个迷你裙不管用的 经上说上帝做的是外套 长袍 皮子的 必以死亡去遮罪 另一个话题的 那预表着耶稣 为遮掩人的罪而牺牲 基督仅留在这世上的一样东西 是一件血染的长袍 那正是为你和我留下的 所以一想到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穿衣服的原因首先是为要正派 假如这里变得很热 大家可别都开始脱衣服 穿衣服还为了保暖 如果太冷就要加衣服 衣服有时还会代表身份地位或其他等等 对于基督徒衣着一定要符合一些原则 要穿着整齐 要穿着干净 要穿着端装 适量变化 但不应该为了引人注意就去 故意暴露 当今的服饰潮流 就这点来讲真是很过分了 应该有些基本原则 人不该向周围的世界看齐 总想紧跟着一切 新兴时尚的潮流 基督徒的衣着应该端装 大方合理着装 不一定必须最便宜 不用穿麻袋片 质量好的衣服也没什么 耶稣的袍子就不错 因此士兵不把他撕裂 他们说这件质量不错 把鞋洗掉 赌一把看谁能赢他 耶稣有件不错的外衣 我前面说的只是些基本原则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 经上说 因此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所以主让我们有别于世界 基督徒被称为特别的一群 不是说要穿着怪异 但是我该怎么解释呢 记得有一次在餐馆里 我和基督徒朋友聊天 女服务员走过来 她穿着餐馆的服务员的制服 她记下菜单离开了 我对朋友说 这是个基督徒 她说我也正想到这一点 服务员来上菜 我问你是基督徒吗 她有点不好意思 可能想为什么这样问 她说 是的 我是 为什么问这个 我说你一看就像基督徒 她身上有种气质 不仅仅是她没有浓妆艳抹 但看起来干净利落 她的身上透露着喜乐 平安 能感染人 一看就能知道 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气质 每个细节都表现你自己 当你爱基督就会成为为耶稣做宣传的活榜样 被称为见证人 所以真的很重要 不仅不仅是吃什么喝什么甚至穿什么也都很重要 我们要照顾好身体 好了 顺便 一个小建议 不要穿太紧的衣服让自己喘不上气 或者 跑不动 或有其他影响 衣服要 要合身 以后再讲这个 好了 第六个问题 我想跟上潮流有错吗 彼得前书三章三节四节 他说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鞭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 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 上帝正呼召我们去 是的 应以内在的装饰为装饰 刚刚有个问题进来 问到纹身和在身上穿孔 这些内容有点重复了 彼得刚提到戴金饰 有人问 什么是适合基督徒的首饰 或能戴多少珠宝 或可不可以在身上穿孔 你要一直问基督会怎样做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可是圣灵的电 对身体就像对待圣电一样 所以 这条基本原则就是要简洁 匹利比书 匹利比书二章三节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引用这段经文是因为 人们有时候会刻意在穿着上 下意识的去凸显自己的曲线 苗条和性感 这在当今社会很流行 如果一个女生对另一个女生说 衣服好漂亮很性感 这是褒义的赞扬 对吗 但经上说凡看见妇女就动银念 不见得淫乱由思想而生 但可能有眼目引起 大卫王在王宫的平顶上 看美女八十八洗澡就是先观望 他把八十八请到家 犯了奸淫 导致了谋杀 导致了自己四个儿子的死 都开始于那贪婪的一瞥 还有好的榜样约瑟 一个女人 富有的女人把自己陷在她面前 但她说 我不必得罪上帝 然后她跑开了 以免被继续试探 经上说要远离诱惑 其实女生也 女孩子也会被视觉吸引 只是思维方式身体的化学变化 和男生反应不同而已 不过男性特别容易被女性突出的生理曲线而吸引 所以连吉他都有曲线 没人说方块的东西性感 对吗 看见一辆车觉得她性感她总是流线型 我不太明白上帝设计的曲线很奇妙 但要是她成为罪的诱惑 就先以男生为例 如果看一眼 女生就被她突出的线条或优美的曲线吸引 心照不宣吧 女孩子会不会故意的靠穿着来测试自己每天绊倒了多少男生 男生看她一眼回家就得赶紧认罪 女生在校园里气昂昂走一圈 很多男生因此在各自和上帝的关系上跌倒 你为什么要故意那样做 对男生也是一样 因为女孩也会被吸引 只有在婚姻里才是合法的 我们的穿着的确很重要 跟潮流有错吗 潮流会变的 其实很多潮流本身可能并没什么危害 我总是落伍一直在努力赶 我的太太我的岳母他们都常说 道个我给你买衣服 因为我自己挑的会吓着他们 我一点品味都没有 不行吗 不是说所有的新潮都不好 只是要以端庄得体为原则 才能代表耶稣 这个问题可以了 得继续往下讲 圣经上怎样谈论纹身和穿孔 是说在人的身体上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所在的殿 圣经已经说的一清二楚 魏力记十九章二十八节 没什么可误解的吧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 我是耶和华 文身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历史 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 现在的文身殿越来越多 无处不在 每个人都去文身 坦白讲我觉得很悲哀 我并非在谴责文了神的人 上帝会宽恕你 他爱你 有些文身可以刮掉 也会有文着神的人去天堂 都听清了吗 我可没说要是身上有文身 就得进地狱 只是上帝说不要去那样做 为什么 身体是圣灵的殿 想象一下就好像 你有一座美丽的圣殿 洁白的大理石 突然几个孩子 跑过来抱着几个喷气罐 在墙上信手涂鸦 那可是在损毁圣殿 就是破坏财物 是违法的 你的身体是上帝所造 咱们再谈文身 对了 据我所知 没任何人 把本可以除去的文身 坚持保留超过三十年 只要可以 他们都会欣然摆脱这些东西 但也有些文身 确实随着年龄增长 身上的图案 渐渐褪色 看起来像一张破旧的地图 上面写的什么 这是什么 太可悲了 那东西会伴你终生 好了 够多了 别在身上乱刻 我可能是最后一波 听说文身的人 但问题很严肃 主要是女生 但男生也有在身上乱歌乱话 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由此联系到穿孔 大家都明白 圣经中有例子 当人拜假神时 经上有些例子 人用刀枪自伤自残 伊利亚和巴黎的先知们 在加密山上 这是《猎王记》上的故事 经上说 巴黎的先知们 那些异教的先知 想要引起他们的神 神的注意就跳上祭台去自歌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还有那被鬼附身的人 马可福音第五章 经上说 他在坟营里和山里不停地喊叫 并砍伤自己 像一种强迫症 穿孔 自残往自己身上 那是 耶稣会怎么做 你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千万得时刻记着上帝 颇费 心思设计了 我们这完美的身体 人身上有极恐极竅也是不多不少 他可没打算 让你自己随意添加 他一开始的预备就是最佳数字 对吗 人不能自己去天天捡捡 所以 够清楚了吧 我觉得 第八题 为什么得等结婚后 才能有性行为 这可是敏感词 我 一直在 我在 祷告究竟该讲多少 也许应该这样说 我希望时光能倒流 我读过 几所军校 男生全部的话题都是女孩子 当时我还不信主 总觉得人好像大马哈鱼 这种想法实在很可悲 人生的意义只是性 我想女友 越早越好 而且越多越好 男孩子 喜欢吹嘘 被自己征服者的名单 但是当人们一旦成为基督徒 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 他们都希望 时光能够倒流 因为他们很后悔 自己丢弃了最神圣的东西 最宝贵的经历 人只能体验一次 那本应属于你的爱人 我曾崇尚极度自由 坦白讲 有很多痛心疾首的过去 我真不知该说什么 我 我亲爱的太太 直到今天要讲这个话题 特意发来一些资料 我想应该还是要提一下 其中有些统计数据 是关于现在非常流行的性传播疾病 我给大家读一些数据 都是相关的资料 知道网络色情最大的消费人群的年龄吗 12到17岁是青少年 男孩子第一次接触银会书籍的 平均年龄是11到13岁 女孩子只晚一年 12到14岁 沉迷于色情难以自拔 有条新闻 马里安林登博士在参议院委员会上发言 说一场网络瘟疫症席卷全国 网上色情的收入已经超过上亿美元 他说 从某个角度看 这是最难戒掉的一种瘾 因为对可卡因香烟酒精至少可以清除体外 但是色情作品会永远留在你的脑海 后果很严重 我要对大家直言不讳 我明白性欲的引力有多么强大 这是上帝为人发明的 不是撒旦 按上帝的设计 这是永久的婚姻关系中 一种很重要的幸福体验 上帝也给了人吃东西的食欲 但两者不同 都是生理需求 若没有食物 人坚持不了多久便难免一死 但信不信有你 倘若以后没有性生活 你不会因此丧命 你可能觉得会死 但是不会 那只是错觉 知道吗 我真的是很同情大家 因为你们这一代比我们的情况糟多了 年代没差多久 我家里也有年轻人 我成长的时期最多只是偶尔闪过几张裸照 要是有人看了花花公子杂志 会被认为很可耻 可现在的年轻人唾手可得 这些东西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情景剧里讨论性就像谈握手 嘿你叫什么 嘿很高兴认识你 想一起睡觉吗 似乎一切顺理成章 因为人是进化的动物是吗 这不是文明的教导吗 撒旦在幕后操纵 世人的哲学是人就是动物 就要完全顺应自然 尽管随心所欲别被抓住就行 但是会有可怕的后果 影响你今后的生活 非正常性行为 有可能感染许多 大概二十八种不同的性传播疾病 其中很多是病毒性传染 如果是病毒性 也许有些药物能减缓症状 但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根治 我成长在那是六十年代 当时每十个人中 每十个有活跃性行为的年轻人中 有一个患性病 但现在每四个这样的青年 我们就有一个传播性很强 上帝呼召你要神圣纯洁 他要你们信靠他 你们正在被所谓的现代文化狂轰乱炸 想做什么马上行动 随心所欲活在当下 不是那样 最大的幸福在等待中得到 等待那个时刻 恰当的时刻你们的关系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另外有一刻会讨论恋爱问题 但我 还是要在结束前和大家分享 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 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所以我劝你们 上帝在向我们呼求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上帝要的不是死祭 他要你有丰盛的生命 他说照你的本相来救进我 他说我要 我要你不仅灵魂兴盛 身体也健壮 他为了救你的灵魂而死 他要的是完整的你和你的心 可是上帝绝不会强迫你 他给了人大脑 给了人意志力 他托付给你生命和照他的形象所造的身体 都谁希望耶稣再来时得到新的身体 想要吗 那么他要你照顾好他给你的这座圣殿 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经上说你若尊荣这殿 他再来时会给你一个新殿 荣耀的永不朽坏的殿 但如果我们玷污了这殿 问题很严重 好消息是 我们都犯过错 吃什么喝什么如何生活 还有如何思考 耶稣说他会给你一个新的起点 他会洁净你并赦免你 无论你曾离他多远 都可以来到他面前 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身体 赞美上帝 因他能治愈我们的身体 我想呼吁每一位现场观众 还有收看节目的观众 都借着基督成为新的生命 在思想上和心灵上 跟随主 感谢您收看本集MIQ 下一讲将要探讨上帝为你的未来 预备了什么 下集再见 电子游戏电视节目购物 宝贵的光音悄然流逝 那么为什么不抓紧时间 赶紧与上帝沟通呢 请收看最重要的问题视频系列 本讲座共有十课 每讲一小时 另有一套126页的问答指南 关于上帝圣经 或如何读基督徒的人生 主讲人电视步道家 Dog Bartlett 在线订购 请登陆奇妙真相.com